Bios,哈斯斯伊,嘿佩斯红尽露蜜,粗意文工确的各嘿自己一起,哈斯和胡无类新闻各烂开了尔尔尔尔特。 说起娱乐圈中的喜剧演员,很多人会想到现在大火的宋小宝、大鹏、贾玲、小沈阳等等,再往上推便是赵本山、冯拱、攀长江这一辈呆了,如果还有追溯的话,那么就该到陈佩斯了。 陈佩斯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太熟悉,毕竟很少在屏幕上看过他,虽然也曾在春晚上出现过,但是并没有像前面提到的那些喜剧明星一样常见,而代表作品恐怕也只有吃面条,毕竟出名了,正是这么一位不怎么抛头露面的人物,确实是很多人眼中公认的喜剧大师。 甚至连赵本山都未必能够比得上他。 这么说不是没有原因的,陈佩斯的喜剧表演已经到了一种境界,欣赏过他小品的人都知道,陈佩斯往往能够将自己的表演融入到各种细微的表情中,往往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传达出无限的寒液, 在舞台上的他往往能够带领着我们走进他的故事之中不能自拔。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优秀的演员,却因为自己的刚正不额遭到了打击,吃了一个闷亏,之所以没能够一直在春晚上表演,是因为陈佩斯和央视闹掰了,因为央视私自发行他的小品影像制品,陈佩斯就和央视打起了官司。 很多人觉得陈佩斯很傻,为了一些钱和央视打官司图什么?可陈佩斯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,而是尊严的问题。 令人意外的是,64岁的陈佩斯以视频的方式再次露面,11月15日,他入住某社交平台,发了一则视频和大家打招呼,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与关注,连崔永远都来了,小崔对陈佩斯个空喊话道,兄弟,和我一起说实话。 大家都知道小崔前段时间在娱乐圈掀起了很多波澜,因为他的爆料,让很多牵扯到阴阳和统和天价合约的明星都瑟瑟发抖,其中范冰冰更是被重罚8亿,一时间崔永远站在了风口浪尖上,很多网友都支持他这一做法,称他是正义之士。 现在小崔喊话陈佩斯,无疑是想找一个同伴,他知道陈佩斯是一个正直且敢于斗争的人,所以才向他伸出了手。 但是说实话,小崔这一次做错了,想一想陈佩斯也已经64岁了,显然没有经历在娱乐圈到处掐家掀起骂站,让陈佩斯说真话,不是把他往火坑里推吗? 所以小崔还是省省省心,让老爷子好好过安稳日子吧。 免责声明,文中图片应用这网络如有版权方请联系删除。